本期我们来听一听 美国犹太人青年学者扎克雷夫斯特博士 讲解哈马斯的起源和演变 扎克雷夫斯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 主攻中东历史和阿拉伯文化 如果听主流媒体的报道 你一般会有这样一个印象 自1988年以来 哈马斯一直崇尚暴力 并一直无休无止地搞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摧毁以色列国 把所有犹太人推下大海 对吗? 其实这个关于哈马斯起源的故事来自虚构 哈马斯历史错综复杂 不能像我刚才说那样过度简化 哈马斯由伊斯兰教长艾哈迈德·亚辛 在1973年建立 刚成立的时候叫做 埃尔木贾玛伊斯拉米 意思是伊斯兰合作社 要我的话就会这样翻译 从1973年到1987年 甚至1988年的头15年里 这就是一个慈善组织 它资助学校 孤儿院 致力于宗教步道 为穷人提供社会服务和医疗诊所 对吧? 这就是一个是为巴勒斯坦 穷人服务的慈善组织 顺便说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初 该组织得到了 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和资助 因为这是一个 非政治性的非暴力组织 如果不是1987年12月 至1988年底 巴勒斯坦地区 爆发第一次和平大抗争期间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镇压 屠杀了142名巴勒斯坦人 这个组织到今天 还可能保持着它的 非政治和非暴力属性 你知道死了那么多巴勒斯坦人 有多少以色列士兵和平民 在这场冲突中丧生吗? 应当比巴勒斯坦人少很多吧 零 一个也没有 因为巴勒斯坦人 搞的是和平大抗争 以色列的平民和士兵 没有一个被杀害 但是因为以色列的镇压 在和平抗争中 有142个巴勒斯坦人 被以色列国防军杀害 天哪 从1987年12月7日 到1988年12月31日 加沙地带有142名巴勒斯坦人 被以色列士兵杀害 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在第一年里 没有杀害过一个 以色列平民和士兵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 因为如果历史 没有照后面那样走下去 哈马斯是不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的 哈马斯转向暴力 是以色列残酷镇压巴勒斯坦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 所以在12月 这场和平抗争爆发后不久 哈马斯领导人聚集到一起说 以色列这样做是不可容忍的 他们说 不能就这样你来顺手 这才开始谈论暴力 1988年8月 他们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宪章 呼吁在整个巴勒斯坦 建立伊斯兰国家 把犹太人 视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 要把以色列人赶下大海 但请记住 就在这部1988年8月宪章 出台前的两个月 甚至在这部宪章出台六个月前 也就是1988年2月 哈马斯的长老 就已经前往特拉维夫 与当时的以色列外长 西蒙佩雷斯会面 试图促成一项和平协议 然后在6月 他们又回到了特拉维夫 马哈茂德的扎赫 也就是当时哈马斯的三把手 前往特拉维夫 与拉宾会面 并向他提交了一份文件 文件称 如果以色列宣布 打算从被占领土撤军 并允许比如联合国这样的第三方 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监督巴勒斯坦选举 对巴勒斯坦的选举不插手 让巴勒斯坦人 自己选出自己的政府 那么哈马斯就愿意和谈 那是宪章颁布前两个月的事 你猜怎么着 以色列对和平毫无兴趣 因为实现和平 以色列就会被要求 从被占领土撤军 就在1988年之前的六年里 从1982年到1988年 以色列政府 让犹太定居者的人口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增加了三倍 以色列政府 当然不会撤出这些定居点 因为它正在积极扩大 对被占领土的控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